大家好,我是孙鸿鹤 那很多人问我说如何做这个自媒体当中的视频 我个人的感觉啊 因为我也一直没有特别把精力放到做视频上 但是我下一步的重点可能是在视频上 因为我在做今日头条的时候 发现很多很多的板块 比如说原创文章 我大概原创了能有几百篇了 然后物贡问答 物贡问答的话呢 我已经原创回答了大概有三千多条 每一条都是原创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抖音 小火山 然后包含了西瓜 那这些平台当中的话呢 我越来越发现 这个视频才是做自媒体的王道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 所以呢 我将我的感受和我走过的弯路 跟我们的网友来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做好视频 我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几个板块的一个定位 就我自己的观点 第一观点什么 就原创文章是你的门面 这个门面是什么 是不在于多 你比如说你的原创文章只有几篇 那这几篇一定要代表你的经典 就像你的简历一样 人家点开你 你做自媒体的没有自己的原创文章 就如同说没有自己的门便 你转发别人的文章就相当于租的房子 所以自媒体原创文章一定要有五到几篇吧 就五到十篇 经典当中的经典 是你自己的 那第二个是悟空文达什么呢 悟空文达我认为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我的展示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 显败 这个都可以 有人说老师 为什么你就每天回答三千多条 一共回答了三千多条 那你写的一定好吗 在今日头条自媒体社交化平台上 没有好也没有不好 你只要遵守它的平台的规律 遵守法律正能量 你这个就说出来好还是不好 因为代表你的观点 自媒体就是自我的分享 自我总结 自我记录 自我感觉 所以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只有什么 只有适合于你 也不适合于你的 这个平台的推荐机制 也没有说说我只推荐好的 不推荐不好的 没有 它的一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智能化社交 你需要什么 我推荐给你什么 悟空文达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微头条 微头条的话是什么 是相当于你的朋友圈 你就每天就刷 你的朋友圈就行 你刷你的微信朋友圈 人家很讨厌 你刷你的社交话头条 不讨厌 只要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种定位 不断的来更新 这是一个最好的 那这个谁都可以做 最重要的就是视频 视频我总结 要想做好视频 我的总结就三个词 我现在选择其中一个词 第一个词的话 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好玩的有趣的 你可以发现 现在所有做这个自媒体视频端口做的最棒的 基本上排行第一个的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我专门拍一些旅游的 好玩 我拍一些心探能的 比如说酒妹 我家有一个小小小鱼塘 我天天抓着鱼上上山看看竹子 好玩 还有一个专门酿酒的一个小妹妹 对不对 天天花一些花酒好玩有趣 他长得也好也可爱 对吧 好玩有趣 所以在这一点上 做视频自媒体的南方人占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你想想是不是 你拍个北方的是什么 就是黑土地 对吧 冬天没什么拍的 然后的话就是打个冰窟窿 赶紧钓鱼 对不对 然后就是老铁666 这个是没有任何场景的 你看南方的什么 随数都可以美景 这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北方的人大量的去南方旅游 所以旅游周边越发达的 他做这个视频也就什么呢 也就越有优势 那第二个除了这个有趣好玩 还有什么 可爱的 可爱的无瑕的 傻傻的 你会发现小狗狗 这个这个很可爱吧 你看很多很多宠物大人 你会发现什么呢 会发现这个孩子很可爱吧 他玩个积木 然后呢 练个跆拳道 虽然说他跳舞跳的不好 大家都说他很可爱 所以这种可爱的 这也是排行第二 还有第三的是什么呢 是分享小技巧的 分享某一个小技巧 分享某个小片门的 这个也很重要 这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了 那就是什么 你是专业人士 你要把你的专业人士 降到小窍门 这个其实挺难 你比如说我们说 什么叫商业模式 这是专业的吧 但你跟大家说商业模式就是什么 努力的让你赚钱 如何持续赚钱 这方法 所有所有的大众都明白了 就是你专业人士要降什么 要降级 降到我给你分享个小技巧 今天 孙后给大家分享一个 做自媒体的小技巧 那如果我要说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做社交化媒体商业的一种模式 没人听的是吧 那么非专业人士就大众的普通人群啊 要什么 要把你分享的变成什么呢 升级到这个小技巧啊 所以这个这一段的话呢 呃 用五分钟时间啊 就快速来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视频是社交化自媒体最重要的啊 然后第二问题是什么 是如何做好这个视频自媒体 同时我们今日平台的这几个平台是如何定位的啊 如何更加直接的能够掌握的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我是孙红鹤啊 每天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呃 短视频啊 大概五分钟左右啊 讲的不好啊 但是是我猫怕关大总结出来的啊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小帮助 好吧 再见啊